北京时间1月10日 2024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 Super 1000首轮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头号种子 未免冠军郑思维 黄亚琼21比14 21比17 延续了对阵中国香港组合李静锡 吴芷柔的不败战绩 取得交手两连胜 7号种子金元号 郑纳赢21比11 21比16 马来西亚组合陈建明 赖佩君 苏帕克 苏皮萨拉22比20 21比19爆冷4号种子 冯燕哲黄东平 在双方的第六次交手当中 赢下首胜 德插波 沙西利21比15 21比10战胜荷兰组合 塔伯林 皮克 新科世锦赛冠军 3号种子徐成仔 蔡右丁21比12 21比11战胜加拿大组合 林德曼 吴婉林 8号种子 马来西亚组合陈塘杰 都一位21比17 21比19 法国组合 基凯尔 德尔吕 2号种子 渡边勇大 东野有沙 21比13 21比14战胜 邓俊文 谢银雪 5号种子 蒋镇邦 魏亚新 21比18 21比16战胜队友 成星 张驰 首局 蒋镇邦 魏亚新 在7比9落后之下 连得7分 一局反超 并将优势 保持到最后 一度取得 20比16的领先 次局 全局领先 开局7比1 成星 张驰 是国语混双新组合 成星上赛季 和陈芳会搭档 乏善可陈 张驰女双 还是和坑书良配 本赛季 奸向出战 从比赛来看 新组合 对蒋镇邦的 杀球定地板 毫无办法 这也是意料之中 毕竟能应付的 也就top4几位了 尤其是 本站球速比较快 再加上 蒋镇邦 非同一般的 发力特点 以及极佳的弹跳力 可谓相得益张 唯一要控制 自己主动性失误 不过 张驰还是展现出了 自身出球快 强往积极的特点 而且这次 他们是地步退赛的 马蒂亚斯 博尔 首秀就是 Super 1000赛 已然不亏了 本日为止 只有一场冷门 南单世界第九 安东森 21比14 21比11 战胜世界第八 普兰诺伊 首局 安东森 全局领先 开局2比0 9比1 次局 开局相持战至7比7 安东森连得5分 率先起势 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 局末更是连得7分 一举获得赛点 20比10 21比11速胜 安东森2比0 终结交手两连败 取得对阵首胜 8分之1决赛 对阵渡边杭贵 后者收到黄志勇首局 退赛礼包 20比11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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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